看小可爱一大早上起来在这儿穿个讲究片 看着爸爸去取车 一会儿爸爸就把车拿回来了 望眼欲穿的两个小家伙 盼星星盼月亮 在这儿等着爸爸穿着新车鬼来 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凯文一家 上集我们终于买到了新一旧的木马人Rubicon两门车 经过两天度日如年的等待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提车了 这是你的座椅 我的座椅 对 这是凯文的座椅 真好啊 全家兴奋的开着这辆全新的木马人 跑到卡尔加里的市中心去东风 之后又去品尝了超大碗的越南牛肉粉 回到家后凯文爸又捡起了我们新家门前疯涨的草地 结果刚捡了一半就 自从搬进新家 凯文爸第一次在自己家的专屋卫上洗车 满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全新的洗车模式 接下来就把这集Vlog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 爸爸要去骑车了 我们前天买的那个木马人吉普人 人家来开车接爸爸来了 那个车行派工作人员来接爸爸 这小可爱一大早上起来在这穿个讲教片 看着爸爸去取车 一会儿爸爸就把车拿回来了 好开心好期待 这俩小家伙吃完饭就在这儿等着爸爸回来呢 就趴在窗户这儿挑手期盼呢 望眼欲穿的两个小家伙 盼星星盼月亮 在这儿等着爸爸突然轻车回来 爸爸来了 快看快看 爸爸的车来了 哇哦 好帅呀 看爸爸的车好帅 好酷啊我们的车 太帅了 哇他们都给洗的好干净啊 是车行给洗的还是你自己洗的 他们自己洗的 你看那底盘防袖了吗 这就是爸爸花了额外的钱 做的底盘防袖 都已经给喷上了 卡西特也装上了 又给他们两个重新买的新的卡西 小一点 那个凯琳做 能做到四岁四五岁 这个能做到七八岁 哇这么好啊 这份我们两辆车上 他俩都有卡西的 就不用换来换去的了 看两个小小人 在这儿等着呢 等着爸爸开新车 等他俩出去溜风呢 我们小车已经被大车彻底挡了 都看不着了 走咱们穿衣服 穿鞋 跟爸爸出去溜车去了 爸爸给你们两个都买了卡西特了 走吧 这俩都等不及要上车了 爸爸现在正在从我们那个房车上往下挪东西 挪到这个车上来 凯文小宝贝上车了 这是你的座椅 这是我的座椅 对这是凯文的座椅 舒服吗 这是放饮料的地方 放水的地方 等一下再给你捡捡带 你往后靠一下我看看 对往后靠 对这样省着碍事 对这样舒服多了 凯文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不急吗 不急 正好 他俩在后边空间还挺充足的 车看着小坐起来还行 凯琳上车了 凯琳也要上车了 一人一个座椅 真好啊 凯琳在这左看看又看看 可享受了往这一躺 这上面的盖是可以接吊的 这个车还可以变成敞篷的 不过凯尔加里这大太阳 我看就算了吧 这盆一打开我们四个 估计就被晒废了 晒脱了皮了都 好了 来凯琳啦 你俩都脱鞋啊 好 全都搞定 两个宝贝全都搞定 看这里也可以放 他们的玩具啊 吃的小兜 好了 这回可以出发啦 这边的影片 你不可能会来 那边想起ę 那边想起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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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凯文小宝贝已经下车了 现在在弄凯琳呢 凯琳也下来了 现在爸爸要付停车费 这边是自己在这机器上付费 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太可怕了 这边当趟停车 一个小时要七块 太贵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停车票放回去 就可以带俩宝贝去逛公园了 这个Downtown这边 沿着Bow River 有一个王子岛公园 挺漂亮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真热呀 跟我们两个宝贝都晒蔫了 凯琳真厉害啊 自己上去了 哇 太凉爽了 好猛 对呀 这车子加速好猛 好凉快呀 全下车了 全下车了 哇 在外边那么热的天气 进来喝到一杯冰水 好幸福啊 看这酒同拿好新鲜 是啊 真新鲜啊 这酒同拿 一个海鲜酱 一个辣椒酱 好贴心的 还给凯琳拿了这种小孩的碗 哇 好大一碗呢 这份量好大啊 哇 又来了一碗 哇 三大碗 这碗够我们吃的了 好吃吗 凯琳 很好吃啊 我们第一次来这家 好吃 好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凯琳吃好吃了 她就会指着她的手指头 把手指头抬起来 他们家这个分量真的是太足了 下次我们一家四口 只要点两碗就够吃了 饱了 饱了 凯琳也吃饱了 看对小肚子撑的呀 现在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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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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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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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要开始洗墓满人了 车前面撞的全是小虫子的尸体 看我们这水管上下喷水 这啥牌子啊 这是新买的 用着用着它就爆开了 这个水管 这什么质量啊 大家千万别买这品牌的 质量太差了 这也太逗了 这水管现在变成这种喷水模式了 全新的洗车模式